据黄球时报7月14日报道 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爆发新冠疫情 航母战斗群内的其他舰船也受到影响 当前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出现了约100例新冠感染病例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来士表示 参与此次行动的所有人员都已接种两接疫苗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正在执行为期28周的全球部署行动 行程将达到26000英里 目前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 此刻已经进入印度洋 英国皇家海军表示 该航母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前往南海 并且北上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军演 英国首相约翰逊曾表示 向亚太地区部署这艘航母是向中国等国家表明 英国相信国际海洋法 英国航母的行动部署真的不受影响吗 2020年3月份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被爆出有新冠疫情 美军坚称不会将罗斯福号从任务中撤出 9天之后舰长亲自写信求援 最终该航母不得不在关岛临时停靠 让舰员们下船隔离和治疗 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 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可以通过空中力量 将阳性病例送到沿岸国家实施隔离 以此保证正常的军事行动不受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